大家好,安安,我是福明 我是文字工作者,藝術工作者 然後曾經在青年旅館工作 這邊是我的真友文跟字界文 想像廁所吃東西沒有人會來你,謝謝 那話說原請呢,十幾年前我大學時喜歡一個學長 喜歡政治和科技 他說他願意為了台灣上戰場 然後那時候是陳水秉當選總統 他在MSA上 而且從那時候就開始花痴了 就是我還為了他去上創用CC的課程 但一直沒有學會 然後就是十幾年前我就是一個乳宅 對,那我曾經是一個齒力無限的上班族 對,那就是一個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那這樣講有點誇張 但連我的長官都愛讚 我就覺得我撐不下去 反正電視台氣化 嗯,還好在那之前 我已經參加過2013年8月的國民大會黑客松 慢慢跳入政治的坑 那當時認識政治的坑主基米跟PM5 一跟他們說我上班13小時 他們就仰天心探 我想說,哇,我以為工程師都不會動耶 那後來有幾個小意外 有一個好心人基因我貼TXT的名牌貼紙 那我當時不知道TXT是文字 但他到底是誰我真的忘記了,sorry 那引路人是1咖跟1T不錄 那玩了新手穿遊戲以後 在RRC上有好心人叫我一定要吃炸雞 因為我中午才會趕到 那我不知道代筆電子跟手機寫 政治介紹Hackpad的新手體驗文 被孝仙說家家 那最早我跟Gamphone還有AU 一起打G&B的緣起組織稿 那說實在我當時不知道誰是打神 不好意思,jong 那其實在我2016年3月5日開庭以前 我沒有感受過大神跟大大的威怡 不好意思 那被政治跟主機密的 銀威熱情要約有的DHUB帳號 那其實大宗的時候我都在當場務區居多 因為1.出力我行 2.大嫂我行 3.觀察人類生態 我定義為旁觀西路人 4.可以吃炸雞披薩和可樂真的很開心 5.不得不說我很喜歡 中年院子客手會自動打開的垃圾桶和烘手機 很自動這樣的單方法 6.我都在打混 因為我上班很認真 現在找過來 7.每次聽完都大充電 而且聽的時候都大爆笑 對,那從2003年8月7月4日 是紅中秋事件發生後 參加G&B以後 我學了不少東西 也通了不少見 那感謝麗在PTP發了一篇報文 對,我當時自以為是辦公室的紅中秋 就太痛苦了我 真心一種寶寶心裡苦 但寶寶心裡不說 那就是當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看了很多科技相關的 然後還有 長剛剛就是帶我進HPX組書會 所以看了 以下我的贊助名單 就是科技報局網易公開課 嫁給RD的UI Designer 電腦網路數位 實在免費資源 網路社群 然後Insight 然後用Trail 還有KKTix 那當然有HACKTag跟IRC 然後我還為了工程師 和我自己學了COCADME 對 而且我還以為 Open Data跟Open Source是天津定義 直到S信網友跟我開了一槍 類似說 他們有做過Open Source跟Open Data的話 我才大驚有點感動 就是環境的天生熏陶 真的是對我很重要 那還未認識的Richard Stallman 都忘了自己的科系 就是你是戲劇系戲戲戲戲戲戲戲 而且還是北一大 還喜歡文學耶 對 那其實我2013年5月廣大型號 在蘭嶼有何非料水改來捧 就是我的菜 對 那經過一首小時代歲月的累積 漸漸從不知道帶筆電去GTV的人 變成帶弟弟筆電那沒有內建無線網卡 而且沒有人可以幫的人 或沒有帶到筆電充電線炯炯的人 變成可以自然拿著筆電隨時瞬間移動的人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轉變 然後不過沒有不過 就是2013年8月以後 大概停了一年沒有參與GTV 那我一直在調整整一年 那2014年撒幣攤位組籌備沒有交接完整很抱歉 那就是Leigh Lanfong S-chan 還有Ings-jang 就是如果遺落到跟我說 那一年以後 先協助做數位藝術節暖身 然後開了兩個坑 當時其實只是莫名搶 我希望我的廢話永遠不會被刪掉 然後女生該有個位置 所以我衝了 我不是附屬品 對但是衝了之後壓力莫名大 就是首先我每次炸雞都可以吃三塊 3月5號那天 大宋只有時間吃一塊 再來是通常我靠近人家聊天會跑掉 那天我跟超過十個人說話 以前馬英九阿Z就跟我說 你能跟超過十個人說話真不簡單 好 那在此澄清一下 如果我在GTV中靠近你 1.因為我有話想跟你說但說不出來 2.我對你的主題很有興趣 3.到底要不要裝熟正在猶豫 4.我不會太深的用字也不太深入關心國家大事 5.我會檢查你的感情狀態加Facebook前行3 3.否則我會失落難受 6.我想記一下每個人的個性主題 背景生活狀態心情好不好 一方面我沒功能性 一方面覺得想要聊天解除大家壓力關心人 自以為是古醫師 那一方面想要以後把大家牽在一起對話 讓有些人不會這麼累 好 那開坑以後 實不相瞞 有時候我很想棄坑 那我更希望吃記憶吐司 以免被知識追著好 有時候更想 我是文字工作者阿 我罵 但是你不入坑 誰入坑 你就是沒有人 有一天我甚至開始用起Mac 33年來第一次變成蘋果人 感謝神秘的天鄉兒童扶持者 最後回到我的主題 各位我單身很願意被宅話 請大家好好爭取 希望大家一起跳坑 牽手牽手輕言心 共同分身法術 試圖衝破黑暗的光 一起拆政府 原替重建 好 其實混回來有一個原因 我喜歡聽OCF演講 練英文聽心的科技玩具 那2013年10月回來 我看到GTV網頁有一些 其實但是我就是後來一直找不到 他說不要看一群高人的表演 那是的 我就是那群小咖 我不會寫程式 不能做PM 不是語文佼佼者 雖然我今天還蠻擔心 我今天是在搞 好像競選這筆一切都好吧 那我只是想試試看 還能不能回到原有的生活 我很珍惜現在的一切 也覺得我跟近三年以前不一樣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演之 我甚至第一次回到Summit 拍了客人也敢投稿 真的是超標費 那連上次3月5號大宋參與 場務的小謝都對我說 玩一玩說不定就變出組合技 所以雖然浮誇 當然我們要強行在打打的馬 以身不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過客 是個歸人 好 打完肉工 謝謝收看 那趕潮流的聯絡方式 我的slack ID是浮誇 如果你想要公開收入我 拼命我 或是嘲笑我英文很好的 都可以來找我 但是最後還是要震驚提醒大家 要來OCF跟GDB大宋捐款喔 就是每個月捐牛百塊 他也需要贊助 那感謝名單 第一個是感謝佳華啟發 好對不起 那第二個是有跟Deal 就是討論過這個共享 共享就是GDB貢獻者成長 然後上次3月 五日大宋幫忙討論小謝 就是感謝他鼓勵跟幫忙教導 那其他請大家自己看 好謝謝 好謝謝夫妮 然後下一位是